鸟尊出土于晋猴墓地114号墓 那么长年于114号墓的晋猴究竟是谁呢 已经发掘的八代晋猴分别为五、城、利、晋、西、县、木及晋门猴 并且只有把最后发掘的114号墓组排在先前最早的9号墓组之前 才符合晋猴墓地埋葬特征的演变趋势 书渝虽然是晋国第一代封军 但史称晋猴的人是他的儿子谢父 在古代墓葬中,下一代晋猴可以继承上一代晋猴的礼器 但下一代晋猴的礼器一般不会出现在上一代晋猴的墓葬 感谢观看